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集的量测模拟达人 我是安杰伦模拟软体事业部的Peter 我将为大家介绍如何透过模拟软体 改善您的设计并金额帮公司节省成本 在您的工作中是否经常使用安杰伦的仪器来做量测 当量测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时 您该如何处理 我们在去年接到一个客户的来电 询问当他们的量测到的眼图 不符合理想的一个结果时该怎么办 各位可以看到 从视播器上面看到的这个画面 它的这个讯号已经和这个Mask的左上角 已经重叠在一起 而这样的结果会造成它的设计 没有办法符合规格的一个需求 那客户希望透过模拟软体的协助 来改善这样一个情况 在经过仔细的了解后 我们知道这个客户他所使用的封装是QFP的这种结构 它的Data Rate是3GB per second 而客户在平常的设计当中用的这种封装结构 是适合于低速类比IC的设计 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封装结构运用到3GB per second 这样一个高速的数位IC当中 而他们怀疑有可能是这个封装造成的讯号品质不良 他们和封装厂讨论之后 封装厂建议改用VGA的制程 VGA制程可以提供比较好的讯号品质 但价格也比较高 客户所处的产业价格竞争非常激烈 如果他们使用比较贵的制程 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竞争力 所以他们希望透过模拟软体的协助 使用原本的LQFP的制程 藉由调整其中的参数 改善讯号的品质 各位观众 您如何预估您的设计品质呢 视频的经验 还是透过供应商所提供的设计指南 当设计指南没办法符合您的需求 或者是因为现实的考量 而您必须做设计商的更动 像我们这个客户 他的量测结果和预期不同 希望透过调整参数 来改善它的设计品质 这些都可以透过模拟软体 来协助您做评估 模拟软体可以让您了解 在不同的版本的设计之间 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 来进行您的一个生产 以我们这个客户的例子来说 我们会使用到Ageron的ADS 以及EM Pro 这两套模拟软体来做分析 ADS可以将客户的layout输入进来 输入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透过ADS里面自动产生3D的一个模型 3D的模型在输入到电磁模拟软体 EM Pro当中来进行分析 这个就是3D模型的一个图形 这是2D的平面的layout 在软体里面我们可以自动转成一个3D的一个结构 以这个例子来讲 我们总共分析了大概30分钟的一个时间 透过分析不同的一个结构 它的组合 我们可以发现 不同的bound wire 以及leaf frame的长度 它会造成 主抗匹配的结果会不一样 而不同的主抗匹配结果 就会造成点图的图形结果会不同 也因此 透过软体的分析 使用者就可以决定最适当的一个组合 来进行生产 接下来我会谈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 就是软体需要正确的资讯 才能够得到正确的一个结果 在我们这个客户的例子当中 使用者第一次跟封装厂寻求这样的一个资讯 对封装厂来讲 他也是第一次提供这些尺寸的资料 一开始我们得到的结果并不理想 后来经过封装厂的一个详细检查 确定每一个尺寸的一个细节之后 甚至呢他们还用显微摄影 去得到一个正确的一个资讯的一个结果 比如说画面上可以看得到 他们透过显微摄影 去把邦外的尺寸 都做一个仔细的一个量测 而透过这个正确的一个资讯输入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与它的实际上制作的一个封装 相同的一个结构 这个图形就显示出 后来得到一个正确的尺寸之后 我们重新用正确的尺寸 来做一个模拟分析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封装结构2D的图形 那这个是一个3D的一个结构 当我们用一个正确的尺寸 来进行正确分析之后 我们就可以发现 整个模拟的结果 就和量测的结果 有一个很好的一致性 左边的结果是一开始我们的量测结果 左上角这个眼图的讯号并不是很理想 而模拟的结果我们也看到在左上角 这个讯号的品质一样不理想 重现了量测所看到的一个不理想的一个情况 当我们模拟的结果跟量测结果 可以得到一个一致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模拟是已经重现了量测结果 当我们可以重现量测的结果 代表我们可以透过模拟来评估我们的设计的好坏 接下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怎么样的尺寸组合 可以达到一个最理想的一个主抗匹配 以及眼图之后 我们选择了一组新的一个结构 而这个新的结构呢 有适当的BundWire以及LitFrame的组合 透过这样一个新的结构 我们再进行一次模拟 改善之后各位可以看得到 模拟的结果 眼图张开了 这是原本的一个讯号不理想的一个情况 这个是改善之后的一个情况 而客户把这样的一个新版本的一个layout 拿去生产之后 再回来进行量测 各位可以发现 新的版本眼图张开了 相较于旧的版本 已经有了改善 颜值透过这样一个流程 客户可以知道如何透过模拟软体的协助 藉由调整BundWire以及LitFrame的一个尺寸组合 进而改善它们的设计 相信透过上述的介绍 您已经了解如何透过模拟软体来改善您的设计 安杰伦提供完整的电路分析 讯号完整性分析 电池模拟等不同领域的软体 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联络 我们将提供您更完整的资讯 谢谢